我自己喝断片了 新婚夜 自己竟然喝断片了 这尼玛叫什么事 7月10日 农历5月23 一大早 村东头的老李家新宅便便炮声不断 喜庆的唢呐声响测全村 今天是李懿和唐雪结婚的日子 村里的男女老幼都早早地来到了李家帮忙 知青点这边 由于唐雪的娘家人不在 所以几个女知青便当起了唐雪的娘家人 上午9点多 一辆急促车开进了李家新房这边 老爷子 您来了 李边请 哈哈哈哈 你小子娶媳妇我能不来吗 紧接着就又一辆车子停到了李家门口 这次来的是梁玉奎梁厂长 与此同时刘景山也带着 博营饭店的几个熟人也来 李懿兄弟 新婚快乐 恭喜恭喜呀 同喜同喜 刘哥里面请 吃青点女生宿舍 冯倩看着打扮妥当的唐雪 一脸惊叹地说道 小雪 你真漂亮 是我见过最漂亮的新娘子 唐雪则是脸色微红地说道 哪有你说得那么好 而一旁的孙鹿当即说道 小倩说得没错 小雪 你真的是我们见过最漂亮的新娘子 张兴瑶则是问道 小雪 听说李家为了娶你 不但花了一百块钱的彩礼 还将三转一响都置半棋了 是真的吗 是真的 前几天就置半棋了 那可得不少钱啊 真羡慕你 小雪 我听人说李家这次请现场有名的大师傅做宴席 单单一桌子菜就得十八块钱 是真的吗 这是她亲自去城里订的 耶 那算上烟酒一桌子还不得二十多块钱 是啊 太奢侈了 小雪 你咋不拦着点啊 我咋没拦 但是她说想给我一个完美的婚礼 所以拦也没用 李懿对你可真好 简直是宠到天上了 我以后的对象 能有你家男人一半好就满足了 唐雪心里甜思思 当即说道 你们肯定也会幸福的 正说着 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霹里啪啦的鞭炮 也许我给你的不是最好的 但是我会把我的最好的都给你 你就是我生命的全部 美丽的唐雪女士 你愿意嫁给我吗 如此浪漫的求婚 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包括唐雪 当前这个年代国人是含蓄的 虽然懂爱 但是却不习惯说出口 所以根本没有人敢这样做 但李懿做了 她就是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说出自己对唐雪的爱 唐雪先是有些发梦 但很快就被感动到了 她用微微颤抖的声音说道 你 你快起来 我愿意 李懿当即起身 将手里的鲜花送到唐雪的手上 而后取出红红的头纱给她戴在头上 而后她抱起自己的新娘子 向着门外走去 婚车从知青点出来之后 并没有原路返回 而是绕着村子走了一圈后 从另一条路回到了李家新房 倒不是李懿为了显摆 而是本地的习俗 不走回头路 虽然李懿并不在乎这一 但是习俗就是习俗 能遵守还是要遵守点好 很快车子在院门口停了下来 爹 娘 我娶回媳妇了 好 进来吧 李懿当即抱着唐雪 直接走了进去 此时新房子里面已经装饰好了 主屋的炕上铺着大红洗背 李懿进门后直接将唐雪放到了炕上 正午十二点 随着临时充当大总管的冯凯致辞 喜宴正式开始了 婚礼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 好家伙 从早晨起来到现在 她和唐雪竟然一口热乎的都没吃 饿坏了吧 赶紧吃吧 然而唐雪却笑了笑说道 你取瓶酒过来 咱们喝点 李懿愣了愣 然后说道 咱俩吗 咱们因为酒结缘 结婚了当然得喝点 李懿有点担心她肚子里的孩子 这妮子自己不知道 但她确实知道啊 还是不要了吧 我刚才已经没少喝了 唐雪笑了笑说道 别当我不知道 你敬酒的时候 酒瓶子里面装的都是水 你咋知道的 李懿刚才可没让她喝 敬酒的时候她将唐雪那份也一起喝了 呵呵 那是我让那姐给换的 李懿心里有些感动 当即说道 喝酒可以 但不能多喝 咱一人一小杯 唐雪还以为她是担心晚上还有事 当即点了点头说道 行 随后 李懿便拿来酒瓶和酒杯 夫妻俩来了个对坐而已 李懿醒来的时候 外面天色发白 脑袋有些发晕的她从被窝里爬起来 看到外面的天色灰蒙蒙的 半空中竟然还有点点星光 显然这不是下午四点半 而是凌晨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李懿感觉自己的记忆好像丢了一部分 昨天自己结婚 宾客们走了之后 自家媳妇提议要喝酒 自己原本和她约定只喝一杯 但是后来好像 我自己喝断片了 新婚夜 自己竟然喝断片了 这尼玛叫什么事 就在李懿回想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 糖雪也醒了 随后李懿跟糖雪在炕上温存了一会儿 时间已经快五点半了 想到今天还有事情要干 所以李懿便穿衣起床 今天还要出摊吗 出不出摊倒没什么 主要是山货必须得送到国营饭店 一来是牢里那边等着 二来是那些蘑菇什么的都放不住 所以必须得进一趟城 那用不用我和你一起去 顿时有些开心 随后两人穿好衣服 锁好门 便手牵着手前往老宅